好 万一HTN9大爆发 那没有疫苗该怎么办呢 卫生署本来在今天邀请了国光生计跟基亚生计 要来讨论疫苗的会议 不过昨天国光生计拒绝出席了 那么今天董事长詹启贤 还召开了记者会说了重话 强调国光不愿意跟没有疫苗厂 还有没有合格模拟疫苗药证的厂商一起出席会议 等于是直接抨击基亚 是一个不符合法规的厂商 不愿意一起合作 不过外记就还猜了难道国光是为了股价吗 今天詹启贤也澄清 这样的说法太过狭隘 是一个不符合法规的厂商 假如在这一次的生产中有参与 那将来一定会引起争议跟纠纷 会使国人丧失我们国内疫苗的信心 一字一句说得清清楚楚 抨击基亚生计毫不保留 国光生计董事长詹启贤 不愿意和基亚合作生产H7N9的态度非常坚决 新闻集邀请你们合法的跟地下电台一起开会 你去不去 气得连卫生署邀请的疫苗会议 国光都拒绝出席 更搞不懂为何要找没有疫苗厂的基亚 令人质疑的还有基亚股价去年初平盘整理 到了9月却一路往上冲 最高还创向216块 反观国光 股价跌得惨兮兮 一叉叉了快五倍 那有别人要跟他竞争 那当然他会不高兴 他会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利益就被别人也分担去了 专家解释国光用胚胎蛋做疫苗容易过敏 而基亚则是使用组织培养 过敏几率低 两个合作最有利 更何况国光明明是关股 研发疫苗当务之急 厂商却先起内吼 恐怕非全民之福 三类新闻 许日庭华恩三零星泰报道